2月12日临近趁劫,辣妈猪丹闪出了自己吃饰饼的照片,高发际线成为亮点。 猪丹向网友推荐自己正在吃的一个饰饼,称赞好吃到不需要过多言语,还说要过年了,这样的好吃的东西才有年味。 随后猪丹附上了一张自己的素颜照片。 照片中猪丹的素颜超级真诚,虽然开了一点美颜,但是脸上是一点妆容都没有带,整个人还是美美的。 但是发际线就有点引人注目了,整个大光额头实在强劲,快占整个脸部的一半了,难道猪丹也产后脱发了? 看一下猪丹产后的首张自拍,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额头虽然也很大,但是发际线还没有那么的违和,这还不到5个月,似乎发际线越来越高。 头发也显得稀松了许多,在评论区中猪丹还和网友亲密互动,有网友提醒说哺乳期饰饼要少吃,寒凉。 猪丹还回应说好好好,得嘴馋了。 看来猪丹一直坚持母乳喂养,即使现在复出开始工作,依然坚持在给妈妈母乳的营养。